我们再拿手盖上的 上街课没通过 在网上大家直接搜我的名字 这个账号 各大平台 精油 摆什么度就可以找到了 有的都发出去了 这个 今天的年运挂 烽火佳人 大家先想想这个大背景 我们经历了几年 然后 很多人 都失去了工作 甚至很多人 回去了 这是一个向内 的一个挂 因为家嘛 在内 为家 在外 就是为 国天下社会 立女真 那么就说 小的事情 是可以的 把女子 小人 这些阴的 向内的事物 物质的 这些有利于推手 会发现 医经里面很多挂 都是 不利女人 不利父子 不利男人 不利大事 反过来 反过来 却很少 那我们 就看 出酒 鲜有家 就是这个 刚开始 就是 退手 家教很严 一方面 出去碰壁了 回来 多一双筷子 一方面 从小 开始 家教很正当 既得位且相应 那么 然后 就开始往 后 继续 不利于 远行 但是 在家中 就很迹象 这个六二 昆卦的六二窑 既重且正 脂肪大 不惜物不利 这就像一个女人 相互交责的相 那么 九三呢 有两种说法 这种 挂壁寺的解释 也是有一些的 但不是很多 就告诉你 这样好 那样就不好 而有的 就告诉你 他可能大多数 都是这样 只有一种情况 结果也是一样 那么就是说 这个家教研 九三 刚正 可能 感觉 很难过 但是 长久来说 最后的结果 是好 那么整天 像 妇女小孩子一样 嘻嘻哈哈的呢 那这种家庭 最后就不好 这个大家 深有体会 那么 六四 就是 富家 大吉 引药代表物质 代表财富 扩囊 持家 这个 这个 很勤劳节俭 是吧 这个家 慢慢他就会支付 那么 那么 王家有家 无序 就是这个 很多解释啊 很多种 但是呢 就好像 在外 就会往 家之外的事情 已经躲到上挂了 就 知国 像你有一个家一样 不要 过分担心 不要忧虑 是吉祥的 就是 其家 知国 知道 都是同用 那么 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这一个药 不当位 如果把这个药 换成阴子 那么水火 整个挂就一样 但是这个阳 反而好 有的时候阴阳子 就不一样 那么 唧唧挂到最后呢 老是这种 状态 就不好 那么 就说 这个 就是有 诚信 有威严 最终就是好的 就象征着 在 知国来讲 比指甲还要在演 还要走出去 这样 反而是好的